新华社开罗1月13日电,记者李毕念埃及议会,13日通过赛西签署的总统令,将全国范围紧急状态,自本月15日起,再延长三个月。 根据该总统令,在紧急状态下,军队和警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,维护国内安全。 2017年4月,埃及北部城市坦塔和亚历山大,分别发生针对教堂的爆炸袭击,造成至少45人死亡。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袭击,埃及议会随后表决通过,在全国范围内,实施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。 之后于2017年和2018年,共延长六次,每次延长三个月。 进入2019年以来,埃及安全形势仍较为严峻。 本月5日,开罗发生炸弹爆炸事件,造成一名警察死亡,并有一名警察受伤。 本月12日,埃及安全部队突袭上埃及地区一处恐怖分子据点,击毙六名恐怖分子。 正月13日,夜幕刚刚笼罩南疆大地。 朵朵烟花就开始在天空绚丽绽放,鞭炮声响彻四方。 大地上一片喜庆祥和的景象。 突然,防空警报声滑破长空。 南部战区空军地倒某人官兵,快速奔向各自站位。 春节后第一次空地时兵对抗演练随即展开。 号手就位。 发射阵地上。 三级军事长,发射班长傅镇标,正在组织装填导弹。 只见号手们快速现领螺栓。 动作干净利落。 不一会儿。 双发导弹昂力发射架上。 引而待发。 负阵标难难自语,速度还可以加快。 再快一秒。 战时就能多争取一分战机。 该营营长程小会告诉笔者, 我们赢的只能决定,我们必须时刻应对各种空情。 无论何时。 每一名官兵都会保持高度警惕,高度戒备。 坚决捍卫祖国领空安全。 地岛部队作战为快不破。 快撤,快走,快进,快搜,快捕,快打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奋斗目标。 在竹梦强军的道路上, 该营官兵通过一次次跨越和战斗力的一次次提升, 交出了一份喜人答卷。 几年前, 因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, 该营整建制转立至数千公里外的南方边陲小镇, 地域差异, 条件落差, 家庭困难等种种挑战, 摆在官兵面前。 附阵标记的钢截新装备时, 战备值班考核, 任务前考核, 执行实弹演习等任务接踵而至。 面对人员能力素质, 仍有较大差距的情况。 他们在烈日下开始了三个月的强化训练, 三十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, 尼凯福一天下来, 能亮出一层炎字。 强烈的紫外线, 让许多人晒脱了皮, 许多人都练兽了一圈。 付出总有收获。 三个月后, 该营参加考核。 人人优秀。 2015年10月, 戈壁深处, 伴随几声巨大的轰鸣。 多枚导弹腾空而起, 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 穿过云霄。 直刺苍穹。 三发三中, 技术保障连指导员江思佳, 在日记中写道, 遥望天空。 导弹的轨迹, 犹如花枝一般, 衬托出击重目标瞬间绽放的硝烟。 这是庆祝我们这支部队新生的成人礼。 那一年, 祖国南疆的蓝天, 新增了一副防空铁拳。 2017年, 该营转力后第二次参加时代射击比武竞赛考核。 演练中, 上级指挥所临时指定该营进行某克募抗击。 在抗击时间极短的情况下, 二级军事长, 天线收发车技师邹柯, 带领官兵细心操作, 熟练调试。 仅用一半时间就完成战前调试准备工作, 为成功搜索抗击目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 最终, 实弹射击取得发发命中的优异成绩。 最终, 该营以总评第一的成绩, 夺得优胜赢贵官。 整体作战水平得到又一次历练和跃升。 驻地年位优长。 军营演练正憨。 指挥所里, 空情通报越来越紧促。 敌机超低空向阵地扑来。 武器系统抗击激临极限值。 中尉引导师僧力强忙而不乱。 比对、吻合、发现。 目标很快被稳稳抓住。 目标正确。 构成条件。 可以射击。 开年后的第一次演练, 他们完成的干脆利索。 号声响起。 一等战备解除。 部队恢复三等战斗值班。 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。 唱着激昂的战歌走下阵地。 新系万家祥和的灯火。 守卫着祖国南大门的天。 黄眼庄、陈文峰。 原标题, 美生产低当量核弹头瞄准谁。 降低核弹使用门槛, 或引发军备竞赛。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9日报道。 美国新型低当量核弹头, 已正式投入生产, 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交付海军。 分析认为, 美国发展用于三叉戟前射弹道导弹的低当量核弹头, 可能会降低美国使用核弹头的门槛, 引发更大的核危机。 此外, 美国庞大的新型核弹头研制计划, 必然会激起核大国。 特别是俄罗斯采取应对措施, 导致新一轮的核军被竞赛。 对于发展这种核弹头, 美国国内也存在很大争议。 防务新闻网站, 再提为特朗普的新核武器, 已投入生产的报道中称, 根据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发表的声明, 美国第一批生产型, W762弹头, 正在德克萨斯州的潘派克斯工厂进行生产。 该机构发言人说, 国家核安全管理局, 有望完成达到初始作战能力要求的W762弹头生产, 并在2019年末, 交付海军部队。 但该发言人拒绝透露弹头总数。 报道称, W762新型弹头是海军三叉戟弹道导弹的W761弹头的改进型。 美国去年发布的核态式评估报告, 提出要制造这种弹头。 根据设计, 该弹头当量, 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 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核弹, 大约15至20千吨TNT, W762弹头, 目前在美国国内存在一定争议。 报道称, 美国国会中的防扩散倡导者, 和许多民主党人士认为, 就兴致而言, 所有核武器都是战略性的, 而非战术性的。 他们称, 核武器即使是低当量的, 威力也很强大, 估计有6万至8万人, 因广岛原子弹死亡, 担心在相同的前射弹道导弹上, 使用低当量和高当量的弹头, 会让对手搞不清正在使用的是哪种弹头。 从而以美国发射了更大当量的弹头, 为依据来做出反应。 因此, 该武器的未来发展令人怀疑。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表示, 希望能取消W762进一步发展的资金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, 向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介绍说, 美国W76系列弹头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, 是目前美军储量最多的核弹头。 其第一种型号, W760, 于1978年开始生产, 主要用于装备美国的三叉戟I和后来的三叉戟I前射弹道导弹。 W76弹头, 只有164公斤。 爆炸当量约为10万吨TNT。 美国政府于2000年批准800枚弹头的延售工作, 后来增加到2000枚。 2008年, 美国完成首批W761弹头升级, 并于次年交付美国海军。 它实际上是W760的翻新延售版本, 而新型的W762弹头降低了当量。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, 只有5至7000吨。 这名专家表示, 正如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的那样, 发展小当量核弹头, 可能会降低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门槛, 进而引发更大的危机。 特别是美国还打算用W762弹头来威慑俄罗斯, 而俄罗斯的导弹预警系统, 无法分辨出美国导弹装载的是小当量核弹头, 还是大当量的核弹头。